大家好,我是樹莓系吳秀華老師 我們帶領的社團是會出聲量社團 我們的團體是由大三跟大四的學生一起組合 我們這次其實是專心做一本繪本 我們的構想是來自於新聞的一個案件 就是一個性貧的案件 這個故事是因為男女朋友彼此就是男女的年齡太大 主要是女朋友未滿14歲 她是受法律所保護的 那一般的大學生對於這件事情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們同學之間大家討論說 決定以這個故事為範本 我們來做像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那性別議題的繪本其實是很尷尬的 我們不知道要怎麼去做 所以後來決定用水果的來做為我們的男女主角 其中男主角就是香蕉 就是所謂的蕉歌 那女主角是草莓妹妹 還有她的同學櫻桃 那同學還延伸做了許多的公仔 那對於繪本所延伸出來的周邊商品 他們這次採用的是一個毛線 那這個是一個就是模仿業界的做法 當你有繪本之後 然後再用繪本的主題 來做為一個公仔的推廣 樹莓系的學生對於角色的設計非常擅長 那怎麼樣去引導他們把角色做得更活潑 更有人性 然後更符合社會的議題 我覺得是這次社團我們所努力的目標 那很高興同學在計畫將結束的時候 把繪本做了出來 然後也把相關的法律做了一個研讀 那對於性別議題在大學間的推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那我也很高興孩子們把事情做得很好 大家好 我是實在好玩從產地到餐桌的指導老師 觀光系陳春榮 那課程對象呢 主要是以對烘焙手作有興趣的學生 來做進階學習 那在課程安排上面會邀請業師來教授同學 符合烘焙目前市場趨勢流行的中西 以及日式的伴手禮 那在課程的內容安排上面呢 會採用在地的優質米股以及農產 那來做這個創意伴手禮 那希望學生可以在烘焙手作言行當中呢 學習多面向 那希望呢 學生在這個大學生活當中 可以增添一些斜槓的實力 以及作為未來創業之準備 實在好玩 歡迎你來玩 封面的顏色 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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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学生在校所学的英文理论基础与知识 提升学生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与沟通能力 学生拍摄英语导览影片与制作英语旅游则业 介绍田中农会的经营理念 农产品特色 友善耕作 台湾农村的永续经营 推广食农教育 用在地心在地情 打造属于田中农会的天然米食 选着米香味来田中旅游 增加台湾米昌田中镇国际能见度 Welcome to Join Arts 我是树莓系冯文君老师 我们的社团是金独奖 我们从实际的参与品牌的定位 市场分析广告设计 然后再到产品的设计 那经过不断的修正以及重新的对于消费者的分析 然后重新修正再投入竞赛 对于实际的竞赛效果也产生不错的效应 让同学对于设计实务有更深的理解 那我们这次总共十位同学有五位获得佳作 那成绩也算理想 对他们将来升学或者是要找工作 都有相当大的注意 好 大家好 我是观光系蔡莉雀老师 那我这次成立的社团是森林旅游影片导览 那我们会成立这个私生社群 是因为我们是观光系学生 所以我希望带我们的学生走到户外去旅游 那让他们也可以体会到森林旅游的好处 那会选择在西头市 因为西头市离我们中户最近的一个旅游的胜地 也是芬多金非常好的地方 那一般人想到说要去西头会想到爬山 那很多大学生可能会觉得爬山很累 可是我这次带学生去是让他们体验 那种五感的森林旅游 那什么叫五感就是让他们闻到那个森林里面的 芬多金然后摸到那个大树的感觉 还有去听一些小鸟的声音 让他们完全身心放松 那我希望这次成果能够借着这个影片 让更多的年轻人很愿意去走向森林 然后也体验到其实森林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 好大家好 我是数位媒体设计系黄淑英黄老师 我带领学生参加的是绘本创作成长社群 那这个绘本创作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为绘本呢等同是一个小小的电影 静态的电影 所以呢学生要非常的有耐心 从头规划好一本绘本 那所以这些学生到最后能够完成一本 很好的故事 他们自己想的故事 从画那个草图到结束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而不容易 那学生不但要有耐心 而且呢要非常的有严谨的计划 然后才能好好的完成这本绘本 所以呢这次我们有六个学生 总共完成了六本绘本 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每一本的风格都不一样 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样貌 我觉得不管是他们创作的也好 然后自己心里面想的 通通都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都把它做成画面 做成绘本 到最后有一个可以放在手上翻的绘本 非常的棒 大家好我是数位媒体设计系的老师田士伦 那我带的社群是影像制作编辑实物 那我会带着我们的社群里面的学生 一起到实际的案场 帮商业的客户真正的拍一些影像制作 到最后还会交给厂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学生呢 不仅仅是在课堂上只是做做作业 他们要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制作完成 然后规划后置到实际上交给厂商 那学生有一点点压力存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课堂上 学生都不太会问问题 但是一到案场有压力的情况下 学生会开始主动学习 拿着相机就来找我问问题 课后来找我讨论 学生们在休息时间也会互相了解说 怎么拍你刚刚怎么拍 我刚刚有什么小技巧 这个我觉得就是社群很大存在一个目的 燃起这个学生学习的火焰 让他们自主地学习 这就是我这个私生社群最重要的任务